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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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回来《旧话年T》 好了 我上次就说过的 说带彪哥仔去夜总会的 香港的夜总会 其实就不行的 原来彪哥仔是一个道貌按言 说是很纯正的哥哥仔 那我呢 只是嘴巴说而已 带他去 就是告诉你们 香港的夜总会 为什么呢 上次我说过夜总会 彪哥仔也提过 夜总会是很高级的 是没错 那时候早期我们的年代 叫夜总会的人正式的 很正当的哥哥 就是将他叫酒楼 就是吃饭 跟着聊聊天 甚至有所谓聊生意 有舞似跳舞舞 有舞似跳舞舞 挺纯正的 到后来呢 因为那些做特种营业的那些人 那些人 找着唱歌 就在江湖 江湖部落夜总会 那里面呢 就有风花小座 有小者唱歌 所以后来呢 夜总会真的都挺美的 要自订 你想去哪些呢 比如好像大福豪 这些很出名的答题 听过的答题 哇 杜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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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杜鲁智 那些不是夜总会 杜鲁智 直接是没有听过 好像是高级的 又说什么 这些日后有机会再说 杜鲁智 舞厅 就当年 另外一间叫杜鲁智 就是香港区 另外一间 九龙区叫东方 以前 早期 是高级的舞厅 那日后 有机会我们再说 那时候的舞厅 后来有些小舞厅 高级的舞厅 没有听 那夜总会有什么 其实夜总会的坐桌 就变相 没有了好像你所认知 那种高级的那种 那种就是我们 好像在酒楼里面 一张桌 然后大家吃饭 有个舞厅 那些大高级夜总会 那些小姐坐桌 没有说 好像要在酒楼里面 有些有房 有些UIP房 另外大厅也有 在那边喝酒 喝酒 喝酒 那些大高级 其实那时候 因为很多 就是那时候 应该是回到大陆的开放 那家开放做生意 但是很多人 都没有 所以这些很多 很有名的 以前那时候 因为我都在台湾 那我和一些台湾朋友 都回来 一定的 一定去看看 因为那时候大厅 有整个车 车进去 那里下去 是这样的 很豪华的 真是 都是挺高级的消费 那又再说 他有正派的一面 有公关小姐 其他都会有 女工甲宅 有些是女工甲宅 没有 这些再说 那现在没有了 这些大富豪 那同时 后来那里再出现 另外有一间 叫做花刀 暗花刀 花后来叫新花刀 花刀 花刀 铁住他这个 什么 另外还有一间 还好笑 就在尼敦道 尼敦道 重庆大厦 地劳 中国城 是吗 有没有记得吗 中国城 就是这样的 喂 我不知道那些 领导人 怎样想 中国城 这些地方 尼敦道是重建大厦地劳 那时候我们 气清叫他 因为他下去一条斜路 我们叫他去斜路 中国城去斜路 那说起尼敦道 尼敦道 有很多种 湾仔 那时候还夹杂到很多酒吧 湾仔 湾仔有很多酒吧 我所认知的就是 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酒吧 因为当年很多那些 在越战期间 很多的美军 就是去补给 或者去BMS 在香港的中途 那他们就上岸去 宵炉 找到有引寶 对 对 那还有呢 譬如好像夜总会 刚才我们说 夜总会 就是很多电影 都拿来做题材 哪个棒 电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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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所谓夜总会的认知 都在电视剧啊 电影那里来的 譬如夜总会的消费是怎样的 等等 的认知呢 我都在电影啊 电视剧那里来的 对啊 我发觉是 譬如五百十年代 星月亮太阳啊 或者到九十年代 登区啊 甚至是九十年代初 另外还有一个淡室 哦 是吗 是的 我对夜总会认识的就是不错 是的 那这些呢 就比较愉悦一下 如果真的去夜总会 通常都去找小姐坐下桌 聊聊天啊 但是他经营里面呢 我本来有很多 很多故事的 表面上比如夜总会 一个是正当的行业 这样的嘛 其实也算偏远的 他也是拿正牌的嘛 嗯 有商务登记啊 符啊 合法的嘛 但是他里面做很多东西 都是有非法的 是不是因为 我们所说呢 里面有些非法东西啊 其实不是非法东西啊 有些很有名的 譬如拜波娥啊 那些 那些 有两班小姐 有一班专业 售后 有些呢 只是坐在这里 吹嘴 嗯 一见呢 那些电剧啊 电影啊 很多时候呢 就是重点呢 就是在小姐那里 但是有选者出街 是啦 是啦 就是我发觉呢 可能以前也要找钱 一些啦 就是小姐也好 或者她安静客人也好 都很容易找钱 就是我发觉呢 就是可能很容易 就是出了街 是不是 那我这里呢 我就截了小姐 有一套 九十年代的电影 大概说 就是为什么是这么容易 我发觉是 就是那个感觉就是 那些金融药啊 找到金融药啊 找到金融药 那些金融药 就做得跟他逛街的呢 香港夜生活 肯定可以继续多姿多彩 但是这几年来 经济不景气 其实夜总会的生意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风光 这一间 就是我开过副都第一夜总会 旅游协会出版的指南 都曾经介绍过 我叫叶善文 不过人人都叫我做payboy文 由于要走高档路线 所以我们夜总会 就是做晚舞 并不做茶舞 什么叫晚舞 夜晚九点开始营业 到第二早凌晨的三点 规定所有公关小姐 一定要穿晚装坐桌 规矩是严厉 也比较传统 茶舞就不同了 由下午两点就开始博散 上班的女孩多数都是中环的白领 或者是抱质的销售 她们目的就是为了赚外快 帮补一下生活 茶舞没有人喝茶的 多数都是即食 看对吗 对 对 就是 看电影就是 你为了个拱手袋 就是 可能 多数百元 可能 多数百元 可能是一千元 所以就更加有限 就是 其实这些呢 比如这些东西 其实都牵涉到一些虚凌心的 那比如说回另外一个年代 比如我们古老的年代 都有 真的为了钱 但是为了钱 并不是好像后来 看到电影那些 就是说 为了 怎样将一些生日质数提高 或者一些密室 那当然很多 因为是在家 很多有些故事 或者是 爸爸 有什么要订阅 什么要需要 那就是出去做 但是他做这些小姐 那时候都不一定卖身的 但是还没有小姐 已经是一个 就是不好的明星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后来 越来越来 物质的问题 大家请求的 那变相呢 就好像刚才 阿贝哥仔说过 那些多了 其实都是的 很多的 现在越来越来 对于后来 演变到现在 都是一样的 因为物质的引诱 然后做很多事情 就类似 就是说很多 他去赚快钱 然后来满足自己的 物质的用品 日本那些 就流行什么回交 那些 早期我们那个年代 明天会 遲些我们来说 那个年代会有 那个年代会有 铁哥仔 那可以 鱼蛋挡那些 但是遲些再说 遲些再说 那我们夜总会 大概都是这样 譬如他有正式的 高级笑饭 大家在那儿 聊解 聊生意 然后另一种 就是有公关小姐 有机会 和铁哥仔 真的去看一次 很重要的 去看一次 一人生 那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 下次再说 请不吝点赞